有关大陆申环渔民指称 船是遭海巡艇撞翻相关报道 海巡署说明如下 本案发生仅历时五分钟 因海上追逐及时接短站等因素 未能全程入影 虽让市政分散 唯不影响事实真相之始末 申环之两名陆籍男子 先由海巡署正防分属金门查期队 对其制作各三份调查笔录 又经金门地检署检察官 以证人身份对该二人 制作各两份询问笔录 该二人均表示对海巡队执法程序无意见 申环之两名陆籍男子 在金门留置期间 本署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实施留置调查 此期间 本署均给予妥事的安置与照顾 于调查程序完成后 经本署与相关单位协调及合作下 于20日下午16时30分 顺利搭乘小山通交通船平安返回 海巡署秉持不偏不倚 误网误众之原则 将全案交由司法机关调查 按事实忠实呈现与家属与社会大众前